覆蓬 地屋這個山谷非常漂亮的 因為在路的尽頭 然後中間有條小溪穿越整個村子 早上起來後晚上 你只能听得到一些鸟叫 溪流声音 最棒的是每天晚上它有星空 我叫季晓翔 他叫杨莫涵 我们在2013年做了这么一个酒店 叫大乐之野 我叫杨莫涵 他叫杨莫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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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栋别墅 一栋餐厅 一栋咖啡馆 散落在村落里面 所有这里的民居 都是典型的七八十年代的这北的民居的形态 那个时候还没有水泥和砖块 整个架构是靠木结构来支撑 然后墙底都是石头的 这是一种少见的民居的形态 所以我们每一个楼都完整地保留了木框架结构 以现代建筑设计的形式来改建这些老的民居 我们大面积地用了落地玻璃窗 然后让这个山景能够尽可能地透露到这个室内来 我们俩是大学同窗同学 毕业之后呢 他去了加拿大 然后把一个北美给玩了一遍 我呢留在了上海浦东规划院 把国内给玩了一遍 这游商玩学的爱好 促使我们两个想一起来做一些事情 和旅游相关的事情 我们做了太多的城市规划的设计 然后总感觉这些设计太大 想做一些比较接地气的东西 真正属于我们的东西 于是我们两个在2012年年底的时候 北面一直到太湖 南面到渝瑶 我们都来了一遍 13年的1月1号元旦那天 我们来到了这个村子 那个时候正好下雪 我们站在这个露台上 往对面看满山的白雪 当时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 对了就是它 所以我们就直接就把这栋房子给租了下来 现在的3号楼是 当时是我们两个人自己住的 那个时候那个楼非常破 冬天这室内外温度是一样 下雨天会漏水 当时的理想是 我能看着山 然后同时能养活自己 养活家庭 我非常喜欢海边的卡夫卡 《存上春树》那本小说 里面有个山中的一个图书馆 所以我在做我们1号楼的时候 我非常想要把这个山里面的图书馆的概念放进来 虽然最后因为各种原因 我们没有办法成功 这个山中的图书馆就变成了一墙 满墙的一个书架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书架 能够提醒我们不忘初心 我们平时也会上山寻觅一些食材 比如说挖笋 到小溪里抓一些鱼和虾 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完全是野生的 这些新鲜的食材呢 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 现在团队小伙伴真的是非常多 有90后的香港管家 然后有海归回来的 帮我们做包工头的柳丹 包括还有非常专业做咖啡的陈岳 陈岳是当地人 德青武康人 他在当地开了一家咖啡馆 有一次我去到他那里 然后喝了一下 我觉得他的咖啡做得非常好 说要不来我们山里 然后他来到了这个村子里面 他说他理想中的咖啡馆就应该是这样的 在满山的绿色包围下 然后里面有香气传出 然后每个人进来的都是喝咖啡 而不是跑进来说我要点一份鸡翅 我们刚来的时候这里乡村里能看到 走在路上十个人 八个是老人 两个是游客 我们来这里其实最大的一个 改变这个乡村的地方是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一群年轻人在这里扎下根来的 住在这里 这种氛围是完全不同的 那种氛围是小匹药 就是我们一个人收到待在路上的地区 这种氛围有多氛围 没有人的地方 是一种木工科学的地方 那种氛围是小区 就是在沙发尘队 这种氛围是宽的地方 是瘟尼 是可持人的地方 像不有的地方 我们下单的地区